矛盾十一,號稱代表廣大人民利益 只有權貴享有利益 中共一再宣稱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魁還在黨慶時強調 中共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 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 相信很多朋友都忍不住笑了 好,請把你笑到下巴接回來 我們知道,在中共這種高度權力集中的體制裡面 黨內的高官們為什麼要你死我獲得爭奪權力呢? 就是因為權力可以用來交換經濟利益與社會影響力 只要你有權力,就不怕沒有人捧著鈔票上門 來找你幫忙做生意,也就是所謂的權錢交易 所以中共高官或者家屬們 往往都是身懷俱父或者自己就是企業的大股東 所以,儘管中共口口聲聲說 他們代表廣大人民利益 但實際上,每個中國人都心知肚明 共產黨代表的就是一群具有特殊權力 與地位的特權階層 廣大人民只是他們腳底下的韭菜隨時任憑宰割 矛盾12,號稱和平和諧,卻搞戰狼外交擬議謀罷 中共黨魁在這次的黨慶演講裡說了幾段話 很有欺騙性 他說,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 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 他也說,中國人民從來沒有欺負、壓迫、奴役過其他國家人民 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然後他還說,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 移到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好,這三段話聽起來,您有什麼感受呢? 是不是首先會覺得嗤之以鼻呢? 畢竟,中共過去這一年多大搞戰狼外交、辱罵、恐嚇許多國家與人民 還想利用這次的疫情、疫苗和防疫物資來搞以疫謀罷 想要削弱其他國家實力、逼迫其他國家向中共臣服,對不對? 但是請注意,中共在這幾段話裡面其實還藏著一個小軌跡 就是刻意要把中共與中國混在一起 模糊中共與中國的界限,不讓人們分清楚中國不等於中共 他們拿中國古代強調的何為貴理念 用來掩蓋中共的戰狼侵略與帝國主義的野心 這一點其實非常陰險,請大家要留意